那剛好也是有一位蓮友提問到一個問題 是跟今天講到的有點關係的 這是一位臺灣蓮友偷考詢問的 我們看看他的問題 他就問說 師父你有講到阿彌陀佛是不看個人的罪業跟福報的 這一點我無法理解 因為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就無法解釋因果了 但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也真的是很好 所以這位蓮友很可愛也是不容易 因為對念佛這麼好的事情 他就有一點懷疑不敢接受 但同時又覺得說 如果真的是這麼好的話 那就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有時候覺得說 如果是這樣子你直接相信不就好了嗎 是不是各位 還要想這麼多做什麼呢 懷疑了造成自己的煩惱又何必呢 難道說你擔心阿彌陀佛會騙我們 不過既然有疑惑的話 我們也可以嘗試化解看看 各位你們明白他的問題嗎 就說阿彌陀佛是不管怎麼樣都能夠救度眾生 那我們講那個因果又怎麼解釋 不是衝突了嗎 所以這位蓮友問到阿彌陀佛 是不看個人的罪業跟福報 就是之前我講解到 善吼大師的法語的開示 善吼大師說 一切凡夫不問罪福多少 一心專念彌陀名號 定德往生必無異業 善吼大師就說 阿彌陀佛是不看個人的罪業還是福報的 罪業多也好 福報少也好 只要念佛通通都管用 通通都可以成就 所以這位蓮友就是疑惑了 哎呀那不是說因果不是講惡有惡報嗎 那怎麼惡業眾生也能夠往生淨土呢 也是跟今天講的差不多 因為今天這幾位 尤其第一位的大將軍 你看大將軍做什麼的各位 殺了很多人的 那怎麼這樣子念佛也能夠化解得到福報呢 那英國惡有惡報不就講不過去了嗎 各位講的過去嗎 如果說講的不過去的話 就等於說念佛不能化解業障了呢 其實呢 這是一般人的迷思 就是對佛所講的英國了解的不夠多 念佛能夠化解業障根本是沒有違背英國的 反而更能夠符合的英國採稅 為什麼 因為英國講的惡有惡報是對的 但同時候呢 英國呢也是呢可以轉變的 這個英國呢是可以轉變的 你想想看呢一個呢 非常簡單的道理 如果說呢今天我們講啊 英國不能轉變的話 那就等於說呢 命運呢是不能改的 那如果說呢 命運不能改的話 那我們今天所有人來學佛念佛做什麼呢 可以是不是 我們今天呢難道說來學佛只是為了學佛嗎 難道說沒有一點點的心思說想要改變這個命運嗎 各位有沒有 不要騙人啦 大多數的人來學佛念佛的 講白了就是為了過得好一點 為了改變運運嘛 不然這麼得空啊花時間還過來 是不是 是啊 如果念佛法門啊 對一個人一點點又沒有 念佛之前是阿花 念佛之後也是阿花 哇 命運完全一模一樣啊 我相信就沒有人來學了 所以講念佛啊 不能夠改變運運呢 我們講的是不合邏輯的 只是說如果念佛呢 又能夠化解這個業障啊 那跟惡有惡報啊又有怎麼講呢 而且呢 剛才有提到的 過去的業呢是永遠不會消失的嘛 那怎麼能夠化解呢 所以很多人就疑惑了 跟因果怎麼講 像這隻狗一樣就疑惑了 所以這就是要講到更全面的這個因果了 我們看佛所講的剛才的寄語 假使百先節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至受 各位有沒有發現 佛講的因果以外還有多一個字 請問是什麼字 因過後是什麼字 緣啊有沒有看到 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至受 也就是說 因遇到緣果報才會獻錢的 所以整天講這個因果 不是因直接變成果的 因變成果它需要條件 而這個條件就是在於這個緣分 所以這個方程是因遇到緣才會變成果 所以要改變因果的話要怎麼改呢 各位怎麼改 關鍵就在這個緣啊 緣可以理解為這個遇到的環境 緣就是可以改變因果的關鍵 我們想想看我們身邊遇到的例子 能夠體會的 譬如說我們講華人就好了 當然華人就好了 華人這個種族 各位全世界的每一個國家的華人 都是一樣的嗎 會不會一樣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道場的 除了說馬來西亞的華人 可能還有新加坡的華人 可能還有中國的華人 可能還有美國的華人 日本的華人 甚至網上聽到 各地各國的華人都有 那我們想想看這些華人 難道都是一樣的嗎 不要講太遠 當然馬來西亞的華人 跟新加坡的華人 都有一點點的不同 那更不用說還有中國大陸 還有美國的 是不是 加上個星期 我們這裡不是來了一位 中國的法師嗎 其實我還沒有宣布 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外國的 奇怪了 明明都是華人 我們講都是黑頭髮 黃皮膚的 DNA都是一樣的 但怎麼覺得他不是本地人呢 所以確實你看各國的華人 就是有一點點的不同的感覺 就像這個圖片 你看世界各國的華人 就是有一點的不大樣 如果說今天一個華人 在馬來西亞長大 是這樣子的話 你把他放到中國 他也變成中國人的樣 你把他丟到美國 也變成美國人的樣 所以命運 我們講是可以改變的 改變的關鍵 就是在這個圓 這個圓 這個環境一變 結果也變成不同的 其實講英國能夠轉變 也就是這樣 英能夠變成果 像惡英變成惡暴 本來就是自然的 但是如果說 這個英國出現不同的緣分 那結果也跟著不同了 就像剛才所講的 相同的人 他在不同的環境長大 會變成不同的人一樣 所以英元惠玉時 果爆還至壽 不只說英肯定會變成果 同時候佛也是告訴我們說 果爆會跟著緣分而改變的 我們過去所造的事情 過去所種下的英 其實已經是不能改了 畢竟已經造成了 但是能夠改變的是緣 我們遇到好的緣分 我們遇到好的緣分 自然能夠將這個惡英惡暴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所以佛菩薩也說 若奇蹟感後 定業亦能轉 定業本來是不能轉的 但是說眾生的根基 能夠靠上佛菩薩非常深厚的緣分 那本來受到的惡暴 也能夠化解掉 念佛能夠化解業障 其實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我們有念 南無阿彌陀佛 就是靠上阿彌陀佛的大緣分 就給我們化解掉我們過去所謂的業障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一起讀讀 善好大師所開示的念佛法語 好 請大家合掌 我們一起來讀 善導大師法語 如大經說 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 莫不皆称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真上原也 專念彌陀佛明 善生即捨報 決定有大功德利益 准依佛教 顯明五種真上利益因緣 一者滅罪真上原 二者互念得償命真上原 三者見佛真上原 四者赦身真上原 五者正身真上原 好 請放張 各位看看善導大師這幾段的法語 重複最多的是什麼 緣 為什麼這麼強調阿彌陀佛有這麼大利益的緣分 因為有得靠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的緣分 才有辦法將我們眾生五量級的業障因果給轉變 這就好像說一輛汽車本來已經衝上山崖 就準備掉下去的 但這個時候如果說後面有大卡車大利士 甚至火箭我們講把他綁住把他抓住 請問這輛車還能夠掉下去嗎 還能不能掉下去 不能本來掉下去突然被神子一拉 被大利士我們講大羅里一拉的話 就掉不下去了 所以本來會掉的也變成不會掉了 相同我們眾生的業障很重 甚至有些是犯了這個五逆十二也好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所種下的因 但是因為有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的緣分 自然本來五逆十二要趕著比地獄的 果報也跟著化解了 所以剛才那位你看殺身的大將軍也好 就算他業障現前也能夠念佛 瞬解化解業障就是這樣 因為這句佛號就是具足阿彌陀佛的大緣分 在幫我們化解的 所以佛法從來是沒有絕路的 佛法也從來沒有絕望 因為不管怎麼樣 始終有阿彌陀佛在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 因為這樣佛門常常就出現很多的金句 像放下屠刀 然後呢 你們都知道 那回頭呢 回頭是岸 如果我們想想看 如果說因果不能改變的話 那這些金句都是廢話了 是不是 如果說因果不能改變的話 放下屠刀也不能成佛了 如果說因果不能改變的話 回頭也不是岸 這樣就是因為因果是可以改變的 才出現這些溫暖的金句 各位溫不溫暖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回頭是岸 這些金句都是代表我們眾生的希望 當然是溫暖的 就算說呢 我們過去呢 曾經照過業也好 但至少現在呢 有轉變的機會 所以佛法呢 真的從來呢 是不會有絕望的情況 因為只要念佛呢 通通能夠轉變 只是呢 有些人道理 公平百拉 但心裡呢 還是不舒服 因為呢 會覺得說這不公平啊 哎呀師父啊 那個惡人喔 以前啊這樣啊 結果最後還得到阿彌陀佛的保佑 惡暴呢 還能夠化解 就太不公平了 各位公不公平 有沒有這種感受 很不公平喔 那些人怎麼這樣子 就可以念佛化解業障 其實有時候啊 不是佛法沒有答案啊 是眾生的分別執著造成的 是不是 你看那個惡人啊 這樣子念佛能夠化解業障 真不公平 但是如果自己的時候呢 如果自己念佛能夠化解業障的時候呢 會怎麼樣 不會說不公平了 阿彌陀佛好慈悲喔 阿彌陀佛還真保佑啊 所以別人那時候會說不公平啊 自己的時候變成阿彌陀佛好慈悲了 所以這些呢 我想是我們眾生的分別之中 妄想造成的 哪裡關係到公平不公平 如果說今天呢 這個是我們的親人的話 可以想想一下喔 譬如說我們的父母好了 他們可能呢 過去造業呢很重 是準備呢 要墮入呢 這個三二道的 但是呢 臨時呢 因為念佛 被阿彌陀佛經營到極樂世界 請問這個時候啊 我們還想到說呢 公平還是不公平的問題嗎 還會不會想 這時候呢 就不會想啦 中到自己的時候啊 我們講這些廢話呢 都不會想啦 其實呢 回歸到阿彌陀佛的大慈悲心啊 哪裡有說呢 公平不公平的 因為慈悲啊 是講平等的 不是講公平的 平等跟公平呢 是有點不大一樣的 平等跟公平呢 是有點不大一樣的 因為呢 平等呢 是大慈悲的表現 就是阿彌陀佛呢 就把我們所有的眾生啊 當作呢 好像心生孩子一樣 甚至把我們當作呢 是他自己的一部分 完全一體的 完全的慈悲 平等的看待 就好像說呢 我們現在呢 是不會計較呢 我們左手跟右手一樣 因為呢 不管是左手右手 都是我們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我們不會說呢 今天呢 左手受傷了 所以呢 我把我的右手給弄受傷 因為呢 這樣比較公平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講這個神經病啊 那也是公平啦 但世間人講的公平呢 如果是誰錯呢 他就懲罰誰就對了 你左手打到右手啊 你又把你的左手打回去 就對了 但是阿彌陀佛的慈悲平等呢 就不是 佛的慈悲啊 他是呢 絕對的平等的 所謂的冤心平等 有沒有聽過 冤家也好 親家也好 阿彌陀佛呢 都是儀式同仁 都是平等的對待 就好像說 今天如果說我們左手受傷了 各位啊 我們如果左手受傷了 我們怎麼做 啊 你左手受傷 你不知道怎麼做啊 各位你左手受傷 現在怎麼做 馬上包紮他 治療他嘛 是不是 難道說呢 我們還保險呢 去怪他 嫌棄他 不理他嗎 手受傷了 就讓你自己流血流到死算了 所以呢 平等的慈悲 跟世間的公平呢 是不大一樣的 世間講的公平呢 是屬於一種善惡分明 那是警察 那是法官的事 那不是阿彌陀佛的 阿彌陀佛呢 是平等的慈悲 就不管任何人念佛呢 都能夠化解呢 這個業障 只是呢 有些人呢 可能還會擔心 聽到這裡 講到阿彌陀佛呢 能夠救度啊 業障身中的眾生呢 會不會讓人家呢 隨便呢就造業 其實啊 這些都是人呢 想的太多了 他很得空啊 就喜歡想這些呢 有的沒的 各位想想看啊 講阿彌陀佛慈悲救度眾生啊 會讓眾生更喜歡造業嗎 請問這個是什麼道理呢 這就好像你講說呢 講父母很愛孩子啊 就會讓孩子呢 亂來一樣 講醫生呢 可以治病 就是讓人家隨便亂生病 講救火炎呢 可以救火 就讓人家呢 隨便點火 各位啊 那不是很奇怪嗎 是不是 難道說你今天呢 就要講父母呢 就是要折磨孩子的 醫生就是不會治病的 救火炎呢 也不會救火啦 那你這樣講 難道會給眾生更好嗎 今天你不小心呢 把你物質呢 給點火啦 燒火啦 結果救火炎來到那時候呢 就跟你說 因緣會遇使 果報還自受 自己點的火 就自己來承擔 物質燒掉是最好的 本來就是你自己點的 各位請問是這樣子的嗎 其實呢 從現實的例子呢 來看 往往大部分呢 我們講犯罪的人 我們講罪犯呢 犯罪分子的人 都是出生在破碎的家庭的 可能從小呢 就是沒有父母親人的疼愛 才造成性格很扭曲 所以現在 如果說我們講阿彌陀佛的愛 阿彌陀佛的大慈悲 怎麼會有副作用呢 因為這些都是讓眾生 感到溫暖 感到有希望的 你不講才會有副作用 甚至現在我們都覺得說 講的還不夠 因為講的夠的話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 眾生如果感受到阿彌陀佛的大慈悲 其實自然會安心 自然會越來越好的 但同時候呢 也不要太苛刻啦 就不要認為說 講阿彌陀佛慈悲 救度很好呢 就會認為就一百分的好 就認為說 念佛啦 全部一百分都好啦 一點不好都沒有啦 其實不管怎麼樣也好 我們畢竟還是說佛世界的凡夫 就算念了佛 我們總是會有 這個不圓滿的地方 是不是各位 我們敢說自己念佛以後 完全沒有習系的嗎 敢說自己完全沒有習系的 舉手看看 你看都沒有人敢舉嘛 也因為這樣啊 所以說我們畢竟還是 我們講的是說佛世界的凡夫 有習系也是自然的 也因為這樣不要看到說 有大眾念佛以後啊 還有一些習系 就認為說阿彌陀佛的慈悲 就害了他 要知道說 對方可能比他沒有念佛之前 就好得多啦 是不是 有些人念了佛 可能本來吸煙幾十年 突然停止吸的也有啊 可能本來喜歡吃肉了 念佛以後 就變得沒有這麼愛吃 有些脾氣不好的 念佛以後變得比較柔軟 有些本來愚痴的 念佛以後 頭腦變得比較清醒的也有 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太多例子了 這不能跟人家比的 他跟自己比比較準 他念了佛 總是比沒有念的時候 來得更好 而且在念佛法門 就算這一生 沒有辦法改變 所有的煩惱習氣也好 但到了極樂世界 自然統統能夠化解的 阿彌陀佛成立極樂世界 就是為了讓我們這些不會修行的 凡夫到淨土成佛的 所以我們活在世間的時候 其實總是盡力就好 不要擔心說自己最越重 阿彌陀佛就不救 也不要擔心說講阿彌陀佛的慈悲 能夠化解業障會有副作用 畢竟這是佛所講的 凡是佛所講的 我們要肯定是對的 肯定有大利益 只擔心講的不夠 不擔心講的太多 會有副作用的就是了 所以這個問題 講到阿彌陀佛能夠化解業障的因果 問題道理 就先回答到這裡 那還是一樣 如果說大家有問題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個手機填寫交相來 包括在網絡收看的大眾 也可以通過網絡來提問一樣 當然現在收到的問題是有點多 現在收到的問題 可能有上百個問題了 在來自世界各地的大眾 都有在提交 所以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些 每個星期有找時間來回答一些就行 或者大家可以把過去所講過的 開始影片來看過 你們的答案 你們要問的問題 可能都在裡面 那如果沒有到 過後慢慢再講這所有的問題 來回答一遍 好 那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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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宗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